思ETEC 600人包围交通部 光山高姐混蛋 远通地说混蛋 ETEC不断出包 远通董事长徐旭东 还呛吓想退就退 终于引爆民众怒火 F1赛事主播龚槐主 和前1985公民行动联盟成员等 组成反ETEC复仇者联盟 昨天号召民众一起上街头怒吼 表达对交通部放任财团伤黑手 及远通摆烂的不满 反ETEC复仇者联盟 昨天缤纷二路 下午一点多 有600多名抗议民众 戴着象征财团黑手的黑手套 包围交通部 另外再由超过百辆 贴着反ETEC标语的车子 包围位于北市内湖区的远通电收公司 之后两支队伍在凯达格兰大道会师 还有民众不满远通 两周前就把ETEC贴纸撕了 高工局昨天为ETEC引发的纷扰 和监督部州道歉 并要求远通电收 在三个月内改善 若未改善会评估解约 远通电收昨天表示歉意 强调会虚心请听相关问题 并付诸行动 东新闻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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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